《一行禅师,怎麽爱》 今天的主题是朝同一个方向观看 《小王子》这本书的作者 安东尼,姓修伯利地说 爱不是彼此注视 而是朝同一个方向观看 但是关系触招的两个人 就算是朝同一个方向观看 也往往是朝着电视的萤幕的方向观看 日子一久了 看着对方和对方说话就变得困难 也都不再带来喜悦 分歧的意见源而未缺 紧张和不快乐却不断加深 我们怎样将爱和快乐 带回去我们的关系之中呢 首先要反思自己是怎样造成这种情况的 然后要鼓起勇气 关掉电视 拨出时间和对方互相倾听 你是对方真正的爱人 你观看的方向是和睦 安好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